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粤港道理 我是主持人林博士 今期我要讲的是 我怎样关闭了 这个大通银行的帐号 也讲明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我已经是用了大通银行 有将近十年的历史 不单只是我一般的 储蓄和 支票帐户 而且包括我有两个信用卡 一个是Amazon Prime的信用卡 另外一个就是 一般的 Freedom的信用卡 这个刚刚已经将它展开了 这两个信用卡 再加上一些投资的账户 实际上我在大通银行 做很多生意 后面背景 这个符号很多人都会认得 这个就是大通银行的符号 我做这么多生意 为什么要将它关闭呢 就是因为 总部做了一些决定 就是要 非常全力支持这些左派的政策 不单只是在他们的政治捐款里面 大部分捐给 民主党的 政客和那些左派的 那些 那些团体 而且 就是对 他们的 那些 顾客里面的一些 持保守派观念的 商家和个人都进行打压 无缘无故关了他们的账号 其中一个就是 那个叫做 Cofefe 一个咖啡 商店 这个咖啡商店的口号就是 使咖啡 再度偉大 我们想得到 使美国再度偉大 是谁的口号是川普总统的 所以这个咖啡店就是支持川普总统 但是 大通银行 直接把他踢了出去 就是说他做了生意 突然将账户关闭了 这些做法是非常非常坏的 如果这些 本来应该是中性的商家 都突然全部支持左派 而打压右派 我们今后这个国家 不单只是 政策越来越左 而且 失去了我们反对的自由 以后就是说 我们 如果是 持反对意见的话 我们随时会被他们 关社交媒体账户 关手机账户 关銀行账户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生存 所以现在趁我们还有力量的时候 我们要反击 反击的方法其中之一 不单只是要等到我们 大选的时候 再去 将对方 选下台 就是 我们怎样用钱的时候 我们都要决定 我们用我们的钱 用我们的购买力 用我们的传输力 去支持 那些 有保守理念的商家 或者银行 至少是那些中立的 我不是很方便去介绍 哪个银行可以用 至少是 当地那些 信贷的 Credit Union 信用联盟 应该 相对来说 比较中性 这样 要做 关闭银行 要做一定的准备 你先开一间新的银行账户 然后将你所有的平时自动付款的东西 或者自动存款的东西 全部都 转到新的账户 还要开新的信用卡 如果你是用信用卡的话 然后最后 就去到关闭你原来的银行 我那天 拿着一封我已经写好的信 我这个信会放在下面的连接 然后去到 大通银行的总部 然后对他们说 不是 大通银行的分部 对他们说 我今天要来关闭这些账户 不是因为我对他们 个人有什么意见 而是因为反对 总部的政策 希望更多人能够 认清 我们现在 必须行动这个 形势 如果我们不行动 我们 始终很快就会变成 一个 毫无自由的国家 这个不是我们来美国想要追求的 不单只是大通银行 美国银行 就是Bank of America 那个 美国的 大联盟 反球 MLB 或者是 可口可乐 饮料公司 这些都是 在积极地参与 左派 打压右派 所以 我们应该抵制他们的产品 所以 希望大家都行动起来 为我们 将来的自由 而战 我是林博士 今天 就讲到这里 明天再会 拜拜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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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